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台湾外籍劳动者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徐瑞希 各位大家好 非常高兴刚好排在陈平红老师的后面 因为其实我要今天要来谈新移民的公民新闻的时候 其实我事实上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疑惑 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新移民的这个陪例新移民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了我看到几个问题就如同刚才老师所说的 公民是不是等人民 那如今我们在做的这些不管是我们期待就是说 从这个外籍劳工或者是从这个新住民 就是外籍配偶的身上我们所希望能够培养他们的 在这个阶段事实上我们都还是 都还是属于就是培养他们能够就是勇敢的去把他的这个 人民的一个看法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接下来既然有陈老师这样定调的话 我想接下来我是更好讲的 OK那我首先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协会 我们这个协会基本上是因为我们认为 是不是 我们这个协会基本上是做这个服务在台湾工作的外籍工作者 那当时候我们的想法是我们认为这些外国来的这些外国人呢 他们这个能如果我们可以透过提供他给他那个母语的台湾资讯的话 事实上我们可以改善他们因为语言障碍还有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在台湾的一个适应 还有相关的人群的保障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协会成立的第一年我们就做了一个叫唱四方的节目 还有我们做了这个外籍人士的这个陪例主播陪例营 那我们也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多国语的影音频道 那我们为什么要来推动这个公民新闻的 不好意思我我还是用这个公民新闻事实上是人民记者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活动呢事实上我们认为就是外国人到了台湾之后 事实上今天他们呢在台湾呢因为文化的问题还有语言的差异 所以事实上很多台湾人是不了解他们的 我这样子的一个思考事实上是从我过去在一个身心障碍的一个团体里面 服务所得来的一个想法 在过去在身心障碍者的这个权力公约里面呢 其实认为这所谓的障碍 身体的障碍不单单只是他个人生理的问题 同时也是在于他跟这个环境互动这个环境未能 在当在当下没有办法提供给他一个 相对应的一个 一个服务跟一个态度所以以至于他产生了障碍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呢我们就认为就是事实上外国人到台湾来 包括一些劳动权益 特别是在这个蓝领的这些 移工的身上大家最容易 感受到的现在在媒体主流媒体上看到都是 他们的劳动权益的受损的问题 那我们觉得这些问题事实上是可以让他们自己来反应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所谓的 这个弱势 所谓的这个被视为这个社会的弱势当中 这个社会的弱势是不是应该要尝试的自己来发生 还是另外有所有这个帮助者 像这个 伊甸基金会帮助身心障碍者 像外籍移工 国际移工协会帮助这个 外劳 是不是应该由他们来代替来做这个发生 事实上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个族群 外国人来到台湾工作的这一群的族群 当中来看的话 他是不是 当他克服了这个语言的这个障碍他更了解台湾的这个 资讯甚至于他能够 表达他对台湾的看法的时候 事实上他们就可以自己透过这样的过程来做一个 自己的发声 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于是 促进自我倡导他自己权益的一个能力 那同时他也可以为同乡来发生促进这个劳动权益 更重要的是能够自己来跨越 自己跟雇主之间的一个平权的一个理解 最下面这一个 劳固阶级的这个平权的理解 事实上今天是在台湾产生了这个 特别是在蓝领移工里面产生 这个劳动权益最大的一个关键所在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如果 如果可以推动这个新移民的这个 人民记者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让他们 让台湾人能够看到 这些 外国人他们的一个 情况 那其实 知道他们的一个观念 让他们表达他们的想法 其实对于这个平权的理解是相当有帮助的 这张照片里面是我们接下来 我们在协会的工作过程当中 因为要帮助外籍的工作者 所以我们首先呢 也先培训了一些新住民 那现在在台湾政府的新住民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 这个 结婚过来的 那结婚过来的这些新住民当中 各位 可能不了解 因为一些相关制度 包括学历认证 还有他们对 中文的一些读写能力的问题 所以他们在台湾 求职受到很大的这个阻力 那我们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 我们培训了 几位这个新住民 然后让他们用他的母语来播报台湾的新闻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培训是叫做新住民的一个主播的一个培训 在这个培训当中 其实 如同这个 各位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 除了就是让他可以播报这个 用他的母语来播报这个 他 关于台湾的这个资讯之外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有被培训的新住民 他的自信力 他的自信心提高了 他的自信心提高 因为过去 大家 台湾的社会只会用 你在台湾的中文听说读写的能力来见识你 这位新住民 你在台湾的一个 你可能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地位跟阶级 但是 如今我们有人用他的母语 然后把台湾 藉由他们来转译台湾的部分 这个时间实在太短了 剩下一分钟 好那这个是我们 所以这是我们在那个 在新住民这边所推动的 自己的故事 自己报 好那我们后来也 邀请了新住民进来一起参与 制作这样子的一个新住民的一个节目 那这个是在新新住民的二代的部分 那新二代的这个 部分 比较不是在我们的那个协会的这个 公民新闻的这个赔利的范围当中 另外一个就是在台湾的外籍工作者 在台湾的外籍工作者当中的有白领 还有蓝领 那我们协会主要的目前过去两年来主要是在做这个 这个蓝领的公民新闻的一个培训 在这里面呢 大概有63万人 移工呢 其实他除了本身的这个 除了他自己是 在台来到台湾是所被视为所谓的 补充性的人力之外 补充性的劳力之外 但是事实上他人来了之后呢 他也跟我们的社会一样产生了许多的互动 那我们在台湾的台湾开放这个蓝领的移工大概有20多年了 我再多占用个两三分钟 那个 我们看到其实移工的面貌跟 跟那个之前 我们所认定的其实已经有相当大的一个不同 这是他们在台湾的海外选举投票 他们在选总统 这是他们利用礼拜天在台北的 在一些外劳利用礼拜天在读他的空中大学 他的教室在台北火车站的附近 这个是我们所办的这个比赛 这是他们自己所形成的这个移工的一个网络 在这个网络当中他们去互相的去 做一些 一些互助 那同时他们也组成一些纠察队 然后因为帮很多的这个外劳有一些活动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可以当这个 当这个纠察队 这是他们每一年会举办的这个抗议 那这是我们所办的这个自己的故事自己拍 就是移民工公民新闻工作坊 我们的工作坊叫做公民新闻 那我们事实上 前两年我们邀请的印尼的这个公民新闻的制作人 过来台湾做这样子的一个演讲跟介绍 那 这个是我们的讲义 他们很乐心 很乐中的在学习 这个部分 我们因为拍了我们因为做了这样子的公民新闻工作坊 所以我们也举办了另外一个活动 叫做移民工的一个影音短片讲 可是我们不把这个叫做公民新闻讲 因为程如刚刚程秉宏老师所提到的 事实上我们发现在整个的作品 头件的作品当中 很多人其实不是以公共议题为出发 而是在 抒发他个人的感受 甚至于是他的 他的这个对于一些邮寄啊 他对了台湾的一些观察 这个在这个是在媒体上面的一个露出 那其实这样子的活动到了 甚至于在越南 在台在印尼的媒体都有 获得这个报道 那这个是我们制作 邀请外劳 然后用印尼语主播的 这个做制作的一个谈话性的节目 谈的一些题目呢 像譬如一国恋爱 怀孕的怎么办 你在台湾 这个被骗到底是怎么被骗的 那这些 这些的题目 其实都是在移工圈里面 非常流行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看到一个就是说 新移民公民记者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在 我现在要谈的主要是在移工的部分 在移工的部分里面 因为他的语言障碍 还有另外他对于就是这个参与的媒体制作的 这一个部分 的一些 的关系 事实上的目前 我们如果期待公民新闻工作坊所培养出来的移工 可以为他的同乡发声的话 我们还碰到了一些 很大的问题 这一块的问题 特别是 展现在非法移工的部分 非法移工还是在这个黑暗的角落 那这里面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移工妈妈 无国籍的孩子 是这两天 这个非常讨论的一个热门的一个话题 但是在这一个议题当中 我们昨天仅仅只是把台湾政府对于这个移工妈妈的法令 变成是一个印尼文的一个新闻 放在我们的社群里面 大概 从昨天的下午 放到今天 已经有转传了 已经有阅读的人 是已经有 一万四千多个人 这只是在印尼的社团 移工妈妈的这个问题同时在越南的社团也是 也是很很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这些移工来到了台湾之后 如果我们可以透过他们的语言然后让他们了解台湾的资讯 事实上是有助于他们在台湾的这个社会的一些事情 可惜我们的媒体不会做这样子的一个多余的一个提醒跟报道 那这个也是一个在一个非法移工的一个问题 他本来是一个无名尸体 后来 就是经过了一些 一些这个周则 终于就是发现这个他的这个身份 但是当他的尸体被送回去这个印尼的时候 事实上 他 他并没有这个他来到台湾不过仅仅只是一年 那这样子的一个 他的案例 还有他的情节在非法移工的这个 的这个案例其实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些情节 但事实上这个事情不会被台湾的社会所看到 这是我们协会所做的 关于2015年跟2016年我们在移民工影影讲的一个作品 那我很高兴就是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到这个地方 来跟各位介绍 我们所做的关于外籍工作者的一个 公 那个 记者的一个培训 记录者的一个培训 那我们也很盼望就是说 有公民 我们 PayPal的公民新闻的记者 愿意来关怀 共同来关怀 就是移工这样子的一个议题 当你们可以跟 这些移工 在一起 这个 来到他的身边 跟他一起来讨论台湾社会的时候 你会看到 你的 你所理解的移工 跟在移工社会当中 所呈现的现象事实上是不太一样的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